斯布珍 每日灵修 经文 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 诗篇四章二节 眼瞎心芒的以色列人 是怎样对待他们长久期盼的 弥赛亚救世主呢? 一、罗马长官犹太祭司 以色列男女老少 存着凑热闹的心情 幸灾乐祸地 看着耶稣背着十字架 他来到世界 是要败坏人类的仇敌撒旦 但他所得到的是 人们的嘲虐讥讽 是惨绝人寰的酷刑 二、他所喝的不是穷姜寓意 乃是苦酒满杯 当他在石架上说 我渴了 罗马士兵将调过胆汁的醋 轻率递到他唇边 耶稣也拒绝了 三、他身旁士兵随事在侧 但他们将他的外衣剥下 捏究看谁能得到他的遗物 四、他的宝座 是代表羞耻象征的木头石架 五、他行刑时 背上的称号是犹太人的王 但眼瞎心芒的以色列人 戏称他为盗贼之王 把他并列在两个无恶不赦的强盗之间 无所不用其极地羞辱他 这些看在天使及信徒圣者的眼里 虽是心疼 但这一切都为要应验先知的预言 请不吝点赞订阅